川金会在即川普为世界和平缔造特别时刻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 6月12日将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峰会 这会是美国在任总统和北韩领导人之间的首次会面 川普说希望为世界和平缔造特别的时刻 法新社报道 在川普迎接或北韩释放的三名美国人至数个小时后 他透过推特宣布两人会面的点核时间 川普写道 我们两人都会是诸位世界和平缔造非常特别的时刻 预期举行一天的峰会 将聚焦在北韩快速发展的盒子和弹道武器计划上 川普登上空军一号 准备前往印第安纳州参加造势大会前说 我认卫会获得巨大的成功 美国官员表示 金学成 金香德 金正德和金东哲 金东哲 三名美国人致货事 不仅除掉了川金会的主要障碍 也证明川普的双轨政策和最大限度施压发挥作用 1953年签署的停战协定中阶为期三年的韩战后 目前仍有约三万名美军驻扎在南韩 美国和北韩严格来说仍处于战争状态 新加坡是个中立的会面的点 避免分隔南北韩的非军事区 Demilitarized Zone 所面临的安全和政治挑战